金门 金门是位于台湾海来的一组岛屿 因其丰富的历史遗产 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 而成为台湾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以下是金门好玩的景点及玩法 金门古堡群 金门有多个古代军事堡垒 其中最著名的是列宇和台山 列宇是一座位于小金门的古堡 是金门战役的重要防线 游客可以登上古堡 俯瞰台湾海来和台湾岛的美景 而台山是位于大金门的古堡 是一处观测点 也是观赏台湾海来西洋的绝佳地点 巫石渔村 巫石渔村保留着传统的渔村风貌 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传统渔民的生活 您可以观赏渔民修建的独特的石头屋 品尝新鲜的海鲜 还可以尝试乘坐渔船出海捕鱼 体验渔民的生活方式 金门国家公园 金门国家公园位于大金门 是台湾唯一的海岛国家公园 在这里 您可以徒步穿越正成功纪念公园 欣赏独特的礁石地貌和沿海风光 另外 公园内还有市地区 是许多候鸟的嬉戏地 吸引着自然爱好者 榜林堂 榜林堂是金门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之一 建于明昭 这是一座道教寺庙 供奉众多神灵 在每年的庙会期间 您可以看到盛大的庙会庆典和传统的武师表演 天后宫 天后宫是金门最重要的庙宇之一 供奉天上圣母 这是金门的信仰中心 每年举行盛大的宗教庆典 您可以在这里参与传统的祭祀仪式 感受虔诚的氛围 金门民俗村 金门民俗村是一个复制了传统街道和建筑的观光村 以还原金门过去的乡村生活 您可以穿着传统的客家服饰 参与手工艺活动 品尝当地的美食和特色茶饮 九宫阁 九宫阁是位于大金门的民居群落 以其独特的菊儿闻名 这些民居呈现出九宫阁的形状 每座建筑都各具特色 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传统的建筑风格和乡村生活 环岛观光 金门是一个小而美的岛屿 适合进行环岛观光 您可以租用自行车或机动车 在沿途欣赏美丽的海滩 郁郁葱葱的农田和宁静的乡村景观 途中还有许多观景点和小吃摊 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旅行体验 热门滩 金门有许多美丽的海滩 如后聊海滩 泡台湾海滩等 在这里 您可以放松沐浴阳光 尽情游泳 玩沙滩运动 还有机会参与海滩烧烤等休闲活动 金门风情村 金门风情村是一个极观光 购物 美食为一体的旅游区 复制了传统的金门街道和建筑风貌 游客可以购买当地的特色产品 品尝传统美食 还有机会观赏传统文化表演 无论您对历史文化 自然风光 还是度假休闲感兴趣 金门都能为您提供 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 在游玩期间 您还可以品尝当地美食 如海鲜 客家菜和传统茶饮 感受金门独特的岛屿风情 记得提前了解交通 住宿和天气等资讯 以确保您的旅行愉快顺利 金门好吃的料理及伴手礼 金门是台湾的一个独特地区 拥有独特的食物和伴手礼 以下是金门好吃的料理和伴手礼 好吃的料理 花生糖 金门花生糖是金门的代表性伴手礼 也是当地居民喜爱的零食 它由新鲜的花生和糖制成 口感酥脆香甜 金门烧饼 金门烧饼是一种独特的糕点 用当地特产的红糖和花生 外皮酥脆 内馅香甜可口 萝卜糕 金门的萝卜糕 是一道传统的客家菜肴 由萝卜 虾米 猪肉等食材制成 味道鲜美 传板面 传板面是金门的传统面食 以粗面条和花生糖酱汁为特色 味道独特 炒米粉 炒米粉是金门的特色小吃 将米粉炒至香脆 配以肉丝和蔬菜 味道鲜美 伴手礼 花生糖 金门的花生糖不仅是美味的零食 也是很受游客喜爱的伴手礼 可以带回家与家人朋友分享 金门酒 金门也出产一些特色的白酒和果酒 如金门高粱酒 金门离酒等 是不错的伴手礼选择 红糖 金门特产的红糖质地细腻 香甜可口 是很多人喜欢购买的伴手礼 木雕工艺品 金门有悠久的木雕传统 您可以购买一些手工木雕工艺品 作为纪念品或礼物 客家布料 金门是台湾著名的客家文化地区 您可以购买一些传统的客家布料 作为特色伴手礼 以上所列 只是金门的一部分特色美食 和伴手礼 这些美食和伴手礼 都代表着金门的独特文化和风味 在游玩金门期间 您可以品尝当地美食 选购特色伴手礼 留下美好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